那冬天呢 尽管很冷很萧条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很多 既便宜又好看的植物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推荐四款 那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种植物呢 叫做金鱼草 它呢其实开花非常的好看 一个个的呢 像小金鱼一样 而且花量很大 你看 满满的都是花苞 所以每年冬天啊 我都会在我的花园里面呢 种上几棵 那在杭州啊 它是可以露天过冬的 比较耐寒 而且呢 可以一直开到来年的五月份 那如果你没有种过正种花的话 可以去网上搜它的图片啊 我相信一定会被种草的 那给大家听的第二种植物呢 叫做紫罗兰 那它的名字呢 我相信很多很多的朋友呢 都听说过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呢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当它上面的花苞 全部开放以后呢 其实颜值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它有着非常浓郁的香气 它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寓意 要代表着永恒的美与爱 第三种植物 你不要以为 我给你推荐一颗菜啊 虽然它看着有点像 其实呢 它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开花植物啊 叫做欧报村 开花还是蛮好看的 而且呢 它的花量远不止这些哦 你看 下面命运帮帮的全都是花苞 状态好的时候呢 它上面可以有一二十朵花 非常的壮观 而且花色很丰富 你只要在市内的南洋台呢 就可以轻松地养好它 一直开到明年的五月份 这个呢 你是必须要入的 那最后一种呢 给大家介绍一种官夜植物吧 那它的夜色呢 多得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说它被誉为 上帝的调色盘 那今天呢 我现场给大家拼个牌 你就会知道 它的颜色又多漂亮 这样呢 就好了 而且呢 它还可以在零下 二十度的低温呢 那今天呢 给大家推荐的这四种植物呢 可以从冬天 一直看到春天 有用的话 记得点个赞关注咯 我是花鸡神 我在看的谎言等你 拜拜